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二號 那這部影片呢就來看這週特別的春季生放送 難得的在禮拜六有這個生放送 那我們就來開始來看吧 好首先第一個活動呢是真真日上轉蛋 那時候看直播的時候無煞煞 那我們後面就搞清楚這個東西在幹嘛了 這東西還不錯喔 那這東西怎麼玩呢 在4月18號到5月16號這個20天左右的時間 你就在期間內一天一次登錄 那你登錄到第九次後呢 就可以把這個轉蛋等級提升到最大值 那提升到最大值可以幹嘛 提升到最大值的話 你就登錄到第九天的時候呢 你這個十連抽啊 會有25%限定角色含在裡面 加上最後的一格是保證一起限定角色 蠻for的一個活動 你知道登錄九次就可以抽一顆這樣的十連 算是不錯的喔 那這邊注意喔 合作活動跟時間限定在4月1號前的角色才會排出 4月1號就不會排出 那是可以超逆鈴的 然後這個時間表就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你這邊乖乖登錄話 5月6號就可以開始抽了 好再來呢 是這禮拜最重要的情報 也就是怪物彈珠跟東京參總合作喔 那合作時間呢 是5月1號的換日就開始 很快 就是禮拜三零時一換 就可以抽這個東京參總了 好那我們來看角色吧 好首先第一位呢 是我們的暗屬性六星金木炎喔 那我們來直接看被動部分 貫通聚能 種族亞人 戰行師平衡星 運進的是直偶暴擊喔 被動如下 超反傷反檢素幣 無的屬性耐性 回血M 聚能後的超反傳 聚能後的超移轉 跟聚能後的靈魂奪取 四反被動 外加三格生存相被動 同時移轉幣也給到超屬也可以再回血一次 那機體部分能對應的新場還蠻多的 像花園六、光神淵 比較新的未開大地五十四 還有再舊一點的未開大地三十九 不過這次主要優化的呢 還是在這個花園六就是啦 這次部分是十二加八的自強化 停止後用零賀追擊 目前的少許片段來看啊 應該是割合混職歐的機率可能大一些 因為前面會先打幾下 這個小職歐追擊最後追一個大的 那在花園六呢 因為金木炎本身的減速比在聚能前 外加前面會有幾個小追擊 所以正常情況下 你在花園六就順順開始下去打就好了 因為最後還是會補一發大的去保這個傷害下線 至少以目前的片段來看 這一次看起來是挺OK的 就算OK啦 就等之後的更多片段去判明詳細的資料 那友情部分呢 是王劍的標槍、灌動彈爆炸還有攻防UP 因為呢不是砲擊型喔 所以這個傷害會差王劍一些 可能不止一些啦 就是會差一段距離 那也有誘爆減慢的問題 不過剛剛看試用片段喔 官方帶了四隻金木炎 然後把花園六道中的那個小怪 就是要靠能量武器殺的那個小怪 遇早前的樣子 他直接靠標槍光彈爆炸直接射掉 四隻射掉 這個還蠻酷的 看到覺得蠻有趣的 然後攻防UP就是打高難關會有幫助到的東西 像花園六、光深淵啊都能誘到 那現階段最重要的是花園六嘛 基本上呢 看上面的話 他是與暗刀同等級的角色 金木的輸出會小數暗刀一些喔 但是生存力的話會剩暗刀蠻多的 那內關衝突打到後面你會死 可能是因為毒瘟石導致血量不夠 或是卡星死掉的 那金木炎呢 就能靠他的生存被動去改善這個狀況 他回血能力是很好的喔 所以這次金木炎呢 在花園六的優化呢 就是往穩定度方面去做 所以整體來說啊 你缺花園六角色呢 我會建議你抽金木炎 因為他可以改善你的花園六狀況 那如果暗刀很多隻 或是你花園六打起來已經沒啥問題的 就自行斟酌即可 看你要不要特別去優化或抽金木炎來玩看看 不過金木炎呢 是這次參總合作裡面 我個人覺得最值得抽的角色喔 新手的話呢 就看對這個作品有沒有愛 或對金木炎有沒有愛 因為金木炎這角色的現階段 他能表現場都是以高難場為主啊 那金木炎的機體 以合作來說也算是不錯了 就自行斟酌 再來第二位六星呢 是我們的董香喔 火屬性六星 那我們直接來看他的被動喔 好 被動如下 貫通聚能 種族亞人 戰型師 砲擊型運氣呢 是護盾 被動的話是 超少雷射L 反移轉B 左方位置殺手 SS會加速 聚能後的反傳送 聚能後的靈魂多取悅 以這被動來說 他的現金組是有新的場可以打啦 像木裡絕羅吧 昨天新出的期待木炎 理論上是可以打 但都是硬上場那種 不會多好打 不過就一點的木一插 哇哈啦 還有木暴絕羅爐表現就會比較OK一點 然後 SS部分呢 是自強化加碰觸隊友 加力量還有停止後追擊 看了一下片段喔 這SS比較偏輔助想救幫隊友加工 最後再補 應該是割合的東西 因為最後的追擊啊 因為目前只有一個小片段 所以個人猜測應該是割合類SS啊 可能是像花精月那種 就是要等更多試用片段判明 那整體來說 這組合也是正常的合作SS 再來呢 是比較重點的部分 就是因為他是炮擊角嘛 我們會來看他的友情 友情部分 是超絕全方位 但還有能量夾 其實職業就是把 奇定二的友情搬過來喔 對 搬過來這樣 COPY上來 然後能吃到左方殺手跟炮擊型交成 友情組合整體來說 因為是炮擊角嘛 所以這組合我必須說就普普通通吧 刷關不太會用 那速刷的話 能量夾從出到現在 因為比較難控 所以也沒有太大的機會去做表現 那雖說能吃到兩個這張加成 但出場率呢 我覺得他未來是不會到太高就是了 如果你以友情速刷的話來說齁 所以整體來說呢 這隻定位是比較可惜一點 合作炮擊角的話 如果友情拿的不夠突出 以往年的經驗 後續其實都沒有到太樂觀啦 所以這隻我覺得有愛再抽即可 不管是誰 欸主要是撞正宗 又還撞麥奇 隊友真的太強了 再來第三位呢 是水屬性的靈屋時照 那我們一樣直接來看能力 能力如下 反射聚能 種族亞人 戰型師速度型 運技能是引導 被動部分 反中 超反傷 掃雷者M 超阻停雷射 聚能獲得呼吸殺手 聚能獲得SS回合充能 針對花園山去打造的記憶體 那只有水準的話 書的話是普通 因為平感書 性長就是了 但是因為啊 現在的對手太少了 他也是唯二好用的角色 那這隻靈屋呢 主要就是去補 花園角 那就是讓花園山缺角 如果你又不想去丟 年代池 撈心腸叉的話 你就可以靠這次的合作值去補 那SS部分呢 是16加6 這SS 是蠻迷的 原本看日版 你覺得就是正常的SS 可能就是 哥哥3 40% 或是一個植歐追擊 但是看台版試用 他直接打掉花園山尾王一整條血 有點屌 應該是有什麼條件存在就是的 所以這部分要等試用片段 不過光看到那個花園山尾王一條 真的是 蠻震撼的 再來呢是友情部分 高階香鐮刀盤 跟超絕爆破擴散彈 就中規中矩的合作友情 不弱也不強 這樣來說呢 這次靈屋啊 如果你花園山缺角的話 是可以考慮抽的喔 那不打花園山的話呢 我覺得一般玩家 可以不用抽就是了 那高男出日相呢 就自行斟酌 或是等看他這個 怎麼瞄掉花園山的機制出來 我們再去決定要不要抽喔 再來呢是合作四星 一樣就等試用 看友情會不會給強一點 再決定要不要抽三隻位 之後的五星線去做準備喔 再來呢是東京餐總的懶人包 5月1號禮拜三晚上 一換日呢就能抽了 那這次這三隻呢 暗水火嗎 金木炎呢 我覺得裡面最值得抽 是這次帳面最強的角色 如果你花園6缺角 或是你想要優化花園6的人呢 我會建議你抽喔 那花園最四陣等級的角色啊 這個金木炎 其他場的話 像光深淵未開54、39也都能上 新手或剛入坑就看你有沒有愛 這隻限天段呢就是一個高南向的角色 沒有花園需求的話就自行斟酌 可於抽抽看 或是等金木炎單獨加倍 抽抽看都可以 再來呢是陵巫十兆 水屬性的 這次呢有再補一個花園角給我們 這次一次補花園6跟花園3 雖說呢在前面啦 這個平時只有表現是還好 但是在花園3呢 能靠SS直接逃克為王 還蠻厲害的 蠻震撼的 這個缺花園3角的話 我會建議你抽 不過限天段呢 比較重要的是要把這個SS機制判明 會再準確於決 確定這個 陶克偉王是不是很好做到的一件事情 不過 直接陶克偉王這個真的是很震撼喔 那靈巫新手的話呢 有愛可以考慮抽 那沒愛不抽也沒關係 現在段也是一個比較偏高南向的角色 就是去打花園的 最後呢是霍屬性的董香 董香我覺得呢 不管哪種玩家 就有愛再抽就好 因為這年頭 炮擊型沒拿一些特異功能 真的是很容易被取代啦 尤其還就用正宗 就算日後真的被做糗了 還是會有其他備用方案可以去替代的角色 這是董香的狀況 好以上呢是這一次三隻的初步想法 那更詳細的話 就等S的資料出來會再更準確喔 再來呢 這一次啊 有這個十連轉蛋送貼圖的一個活動 那如果你要拿這個貼圖 你就記得存到十連再抽 如果單抽的話是拿不到的喔 然後呢是這次的禮包角 月三騎 圖面如下 好我們來看他的被動 反射技能 種族亞人 戰型是平衡型 運氣呢是護盾 被動如下 超反傷 掃雷嘴M 移轉避跟反擊殺手 還有技能後的靈魂奪取 SS部分是18加6的自強化 加開落點 加只有追擊 就是正常的合作角SS 詳細片段跟倍率就等之後的試用影片 那有型部分呢是三方向追擊貫通彈加落點跳彈 禮包角來說拿都不差算強了 整體來說 現階段就是可以拿去打這個六代光轟 那甚至你缺角到一個爆炸花園時也是沒問題的 理論上 理論上來說 不過重點還是在這個六代光就是了 那這隻禮包角呢算強 不過沒有到星梅兒小鋼彈那種推薦買的程度 就看你對這角色有沒有愛 或是想補這個降臨任務的角色 就是補這個其他角色為了日後的降臨任務去做準備的話 可以考慮啦 可以考慮 再來呢是五個關卡供25顆寶珠記得打 再來呢是這一次的合作任務叫安定區 那我們一天呢可以去接待一次上面的三位角色 就只能接待一次就分天進行 那這個咖啡呢就是可以靠任務去拿 那任務如下 那之後還會有其他的追加任務啊 那原則上都不會到太困難 就是可以從上面三個角色去選擇 那選擇這個角色呢就可以拿到對應的獎勵 然後這個是角色就是我們完成任務呢就會送的合作六星角 那你完成就可以把他集運了 好那這邊注意喔上面三位角色有特育跟戰行書 所以個人會比較傾向說先解這個中間還有右邊的角色 他們的獎勵是比較好的 那能全解一定是最好的啦 然後登入及贈送 那第二天第四天會送特育 那包含剛剛前面這個安定區的兩顆特育 就可以拿到四顆至少四顆 那不確定之後彈入會不會再追加 然後再來呢是合作活動期間 像剛剛的禮包角然後還有這一位六星角 都是有加99加成的 好以上呢就是這次東京參總合作的目前已知情報 那後續如果有再追加會再更新影片 謝謝各位 再來呢是本週的獸神化改 這次的獸神化改呢是兩隻蒲角一隻縣令喔 相比去年的三線一蒲真的是稍微覺得弱了一點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被動 被動如下 反射聚能 種族是妖精 戰型是超速度型 運進的是只有暴擊 被動如下 反傷反魔法陣 聚能後的減速臂 聚能後的衝刺 連擊被動是給到超反風 弱連殺手炎跟超SS回合加速 那發動的條件其實也不難 就是種族相依兩體或是幾種相依兩體 不難達成啊 因為速度型 SS部分12加12變貫通加自強化 配上SS回合加速回轉算OK的 那友情部分是超絕亂氣蛋 亂氣蛋其實已經算蠻久的友情了 那主要呢還是在這個攻速UP 就是攻速提升這樣 所以真的來說呢這次結分就是一個泛用四反的這個加速人 那基本上就是未來如果對場對到的話 需要加速就可能會用到吧 欸就是多一個加速輔助人的概念啦 然後再來呢第二位呢是泛骨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圖面 他圖面右邊那個少一個耳朵 還蠻有趣的這個小巧思 好能力被動如下 貫通技能種族亞人 戰型式超平衡型 運進是一個只有暴擊 被動是移轉幣跟弱點殺手S 我只能說這個殺手S是個壞文明啊 自從這個瑟修斯開出來後這個S 搞不好未來會變常態 是不太好啊 那聚能後的衝試練 聚能後的SS普的衝能 聯繫被動是超板床 關屬性耐性跟友情技乘2 發動條件也不難是自身種族相約兩體 或自身戰型相約兩體以上 那這個機體呢主要是去打這個光神源 去做一個補角的動作 如果你光狗不夠多 然後也沒有打解的話 這個泛骨呢就可以去幫助到你 那SS部分是把甲巴碰到點弱點時有大傷害 那跟光神源那關相性是蠻好的 那友情技部分是超絕細彈跟六角炸彈 六角炸彈的話 因為他是一個比較有時間差的一個友情誘爆技能 所以他可以去誘爆光國的這個加速喔 那這邊來說呢就是一個光神源的缺角化 就是給你一個門票的概念啊 好再來呢是本週重點 南丁格爾受神化改 我的南丁哇 我的手抽限定 我看到他很開心啊 好然後我們來看他的這個圖面 圖面就很好看 好再來呢是被動部分 貫通亞人超平行 運氣呢是友情暴擊 被動如下 反風已轉閉 狀態異常回復 長效速度模式 聯繫被動是給到超反重隨身殺手 跟長效力量模式 他之前進神化時代有這個 應該說他受神化那個跨回的自強化 就被變成了這個長效速度跟長效力量模式 那聯繫被動的話是自身種族相異體 且喔自身戰型相異體 也算不難發動的一個聯繫被動 然後整體來說啊 這個被動呢就是一個 算強的被動 但問題是他每一場 不然這被動有三個1.5增傷 超平衡 隨身殺手跟長效力量 其實這個在任何關卡 你只要三個這個增傷堆起來都很恐怖 你可以參考牛頓α的那個概念 然後長效速度給你一個提速啊 反重力給你一個超反重再提速 就兩個加速 所以真的唯一問題就是缺場啦 加上現階段那場 重力跟移轉幣大家會想到巴雲嗎 所以他日後可能要躲掉巴雲 但是他這個機體的潛力是有的喔 欸真的是有因為真的是蠻強的 然後SS部分12加8 自強化加聽的時候HV範圍回復 那友情化是超強反射交叉雷射葉囉 這一次的反射交叉雷射葉囉 原本超強版嘛 他直接是從原本的4300 變成43000 直接拉10倍給我們 也算是一個拉蠻恐怖的數字啊 那拉這個10倍呢 還能再吃到隨身殺手跟長效力量模式2.25 那如果你打水屬關的話呢 能夠再吃到超頻1.2到1.53 所以這個加成下去也是蠻恐怖的啦 那富友情呢 是這個治癒戰爭頭子 那就是把原本的回復弄成這個友情 那今天來說呢 這個角色蠻強的 但就是沒場 欸就看日後能不能接到球吧 不然我就覺得這個機體真的是蠻厲害的 欸如果給個傳送能去打這個水屬的話 就好了 欸如果他給傳送打水 真的是爆打等級 那限界段南丁哥就只能帶這個蹲場 欸限界段就是這樣 好然後這是他的復活節的造型喔 以上就是這一週所有的深放送情報 那這週最大的就是東京參總嘛 再來就是南丁哥的受神化改 不過啊 今年的本家數量就只有受二譜一線嘛 跟相較去年三線一譜 真的是有點落差 小可惜 感覺今年再多給一個限定強化感 就剛剛好了 有點可惜啊 感覺受的不夠多 好以上呢就是這一週的彈珠聲放送 謝謝小感想 謝謝大家掰掰